大家好,我是佩晨 欢迎收看小宝贝大世界 我们打开水龙头的时候 水还没有出来 可是就听到一阵嗡嗡嗡的声音 这是为什么呢? 我们使用自来水管的水龙头放水时 偶尔发生阵阵的响声 这是由雨水从水龙头冲出时 引起水管共振的缘故 此时水压过大放水时水流太快 雨管中弯道的地方发生摩擦碰撞 于是水管发生笑叫声 另外水龙头坏掉或滤网堵塞 水堵松动或有异物 也会产生嗡嗡的响声 此时更换水龙头或排除异物就可以解决了 哦,我懂了,原来是这样啊 水龙头如果经常发出嗡嗡的声音 可能是因为它太老旧了 只要画新的就可以咯 小宝贝大世界 下车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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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下车同时 下车 转ة 转发 转发 转发